這個髮型搞得不好 可能一些男生就會看不懂 XX的女生絕對是全身香噴噴 不會大便也不會放屁 七七老大特別在IG上面 號召2000位的男粉絲 幫大家票選出來 男生最喜歡最討厭的女生髮型 來我們先從男生最喜歡的 前五名開始公布吧 男生最愛第五名 叫做雙馬尾 男性網友的理由 雙馬尾的女生絕對是全身香噴噴 不會大便也不會放屁 可愛到爆 這個才叫做青春 哈哈你們網友是都有病是不是 這什麼留言啊 不過女生把雙馬尾 她露出脖子或者是手骨 真的對男生是一個莫大的吸引力啊 男生最愛第四名是公主頭 感覺氣質很好 家事很好 入醉進去可以吃一輩子 高嘉瑜就是因為這個髮型才選上的吧 亂講一通嘛 好啦不過啊這個髮型其實老大承認 她是有一點優雅而且有氣質 可能是啊奇情舒嬅 古真赤胸樣樣都會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留這種髮型的人 就是看起來不會講髒話 不過啊這個髮型可能會比較難清淨 應該啊有一些男生會不敢跟這種人講話 感覺啊聊天上都是只能啊 僅止在表面 本來啊也只想跟她 調情啊聊一些色的 但是你到後來 你只敢跟她聊差事比 男生喜歡的第三名 波浪大旁分 這種髮型連我阿公看到都會癮 亂死了 你阿嬤知道嗎 噁心死了你們 啊還有什麼 愛心愛心愛心 以戀愛 我的自嫌就是這種髮型 我覺得啊這樣的髮型坦白講是蠻性感的 微微挑逗的感覺 這顆頭的重點在於哪裡勒 稍微微捲的感覺 然後露出了額頭 小成熟的feel 加上一個還紅唇 基本上男生是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阿 不過這種捲度在台灣你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氣候是很潮濕的 你本來吹好造型好 一出門是非常亮麗的 但是通常外面要一直補 不然30分鐘絕對垮掉 再來我們看男生最愛的第二名是什麼 黑長執法 這個基本上萬年不敗 看一下網友怎麼說給他的意見 太有氣質啦 看到這個被殺 我就被殺啦 不過也有人持反對的意見 這個髮型我不行 我永遠都分不出來 唐啟洋老師張輝妹跟段譚阿翔的差別 幹你們真的很快 很失敗 真的 都不留口德 不過的確黑長執法 它是一種神秘充滿幻想 又有氣質的感覺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我告訴你們 男生覺得這種頭髮 一定很像 不管是在什麼電視啊 漫畫 電影裡面 對男生都是充滿吸引力的 不過喔 其實我大概要跟你們講 長執法你保養一定要做好 你不要什麼太毛太躁 也不能太厚重 反正就是一個很難顧的髮型 再來男生喜歡的第一名 哎呀就是這一個叫做高馬尾 網友怎麼說 女生馬尾晃阿晃 我就跟被吹魔笛的老鼠一樣一直跟著 這個大概只有消防器能夠抵抗的吧 這真的講得蠻好的 男性啊基本上都是非常喜歡他的 這個髮型 我的確 我也是蠻愛的 而且我告訴你喔 男生他不只是喜歡這個髮型喔 他還喜歡你綁這個髮型的樣子 咬一個髮型 然後把頭髮往上抓 露出後頸和脖子的瞬間 再給他熟練的綁起來 絕對是讓男生是好感度爆炸 所以啊這個髮型是第一名 我是能夠接受的 好啦可能你們女生看到這裡已經 白眼方好幾圈啦 但是千萬不要對我們直男的 審美觀嗤之以鼻喔 因為還有你們更無法理解的 男生最不喜歡的髮型 第五名 妹妹頭 啊為什麼勒 網友的意見是什麼呢 太妝可愛的感覺我印不了 不過其實老大還是要幫女生說話 有一些女生啊 臉比較長的 欸你妹妹頭蓋下來就是可以修飾 而且啊這個髮型啊 一些清純可愛的人 他還是可以駕馭的 雖然啊他是蠻挑人的 不過啊其實你女生一生當中 還是可以去嘗試幾次 偶爾裝裝可愛 欸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男生討厭的第四名是什麼 白包頭 我女友一個禮拜有三天是這樣 頭超臭的 打三天 真的是耶 欸因為女生啊 通常綁這個頭的時候 就是沒有洗頭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包頭上面很多的蚊子啊 把蒼蠅啊什麼的在上面飛 這個髮型啊 搞得不好 他就會讓你的臉變圓變大 可能啊一些男生啊就會看不懂 但是七七老大 憑良心講 我自己覺得蠻可愛的 我也覺得蠻可愛的 但是那個包頭的重點好像是在什麼 他那個髮絲感啊 你不要給他弄得太整齊 如果有一點染的髮色的話 欸那就會更好看 男生討厭的第三名 有兩個剛好同票 第一個叫做什麼 欸泡麵頭 欸這一個髮型啊 是兩三年前是蠻流行的 其實我自己蠻喜歡的 蠻有異國感的 不過啊 可能普遍男生啊 會覺得比較鮮老 韓美女就是這個 對 男生可能會覺得 你弄這個跟他出去啊 欸他好像在跟他媽媽去看電影約會一樣 算是一個啊 比較啊 吃五官要立體 才能駕馭的髮型 再來另外一個啊 絕對是出乎女生意料之外 居然是什麼 空氣瀏海啊 常常為了這幾根東西搞一個小時才出門 欸我知道普遍啊 很多女生是喜歡這個髮型 而且很多人也是留這個 不過我告訴你喔 男生的流眼滿滿的 清一色是看不懂 我來給他分析一下 可能是那種很虛啊 有一點稀疏的感覺 還有那個圍彎的那個角度 欸男生啊很難去感受到他的美 不過啊 漆漆有他去查了一下喔 空氣瀏海啊 居然早在二十幾年前 還猪格格就有了 你們看是不是跟現在的超級像啦 再來喔 最後一個喔 就是男生最討厭的第一名 抖抖抖抖抖抖抖 是我們的麻花餅啦 網友都覺得是什麼 負衣裝嫩裝清純的感覺 還有一點作作 的確喔 這個髮型我跟你講喔 弄得好看會超級好看 但是真的超吃人很難駕馭 因為你綁太整齊綁太緊 你會變成春菇 但是如果你弄太亂又失去它的層次 我也覺得這個是需要五官立體 還那種黑人的感覺 名模的感覺才能駕馭得了 還是你沒有